第六百七十一集 此刻在魔器深达三千丈的地方 光照正闪动着金色电光 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 而在光照中 韩丽抓着那枚记载着阵盘位置的预检 正凝重地看着预检中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 韩丽便将神石抽出 朝四下望了一眼 这里漆黑乌光 似是已处在了深渊的最底部 根本无法看出多远来 韩丽眉头猥琐 突然她一张口 一口寸许长的小剑便喷射而出 只见金光一闪 金色小剑随即射出了护照 同时一层纤细的电弧 浮现在了剑身之上 一个盘旋后便飞到了 韩丽头顶处 然后在电光中一阵旋转 化为一个寸许大的金色光轮 甚为奇特 韩丽随即在下面一掐绝 冲头顶的光轮一点指 去 只见光轮一顿 化为一道金芒击射而去 韩丽随即顶着护照紧跟了过去 她飞行了数百丈后 前方的金色小剑突然方向一变 漠然向下击射而去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那飞剑竟扎在了什么东西上 看到这一幕 韩丽脸上喜色一闪 人就出现在了小剑上空 仗许高的地方 四周仍是黑乎乎的一片 但小剑上的电弧则闪动着微弱的光芒 倒也能看清楚那里几分 这小剑所插的地方 好像是一块平整的巨石 韩丽沉吟了一下后 呼的两手一抬 手掌同时按在罩臂之上 只见光照上的电网突然刺目耀眼起来 并且同时有几道碗口粗的金壶 从光照上击射而出 化为几条金色巨蟒 在附近一阵地盘旋回绕 方圆十余帐范围内 所有的魔器都在金芒飞射过后 被轻荡地一干二净 那下面的巨石 也在灵光的照耀之下显露无遗 韩丽细望了一下不禁愣住了 这哪儿是什么巨石 分明就是一座仿佛祭坛般的平台 看来面积还不小 金湖笼罩范围内 竟都无法看清全貌 那些镇法师研究出来埋放镇盘的镇眼之地 竟是这么一处地方 那事情可有些意思了 韩丽当即催动金湖 飞快地围着这片祭坛飞行了一圈 对这平台总算有了大概的印象 这是一个面积母虚大小的四方平台 看来年代非常久远了 肯定是上古修士修剑之文 韩丽飞盾回原地时 宠还插在地上的小剑一招手 顿时此剑化为一道金芒飞射回了他身上 韩丽心中略微估摸了一下 当即便往平台中心处飞去 结果片刻之后 几点白光便在远处闪动不已 韩丽见后心中一动 顿速也略快了三分 此刻他终于看清楚了平台中心处的情形 那是一块被镇成数捷的石碑 只有一点点石碑的根基还耸立着 石碑虽然被毁 但仍可以看出 这上面鸣刻着的一些 我也无法看懂的残破符文 而石碑也不知是何种材料炼制而成的 竟然还不时有乳白色的灵光在上面闪动着 难道这是一种珍贵程度不下于金雷竹的东西吗 韩丽随后往地上虚空一抓 一块拳头大小的石碑碎块便凭空飞射而来 灰乎乎的毫不起 若不是偶尔从石块中放射出丝丝灵光 我还真无法看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韩丽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 便眉梢一动 五指突然一用力 诡异的一幕随即便出现了 那石块并没有像韩丽想象中的那样 坚不可摧或轻易变化为一堆石粉 而是白光闪动几下后忽然变得柔软无比 韩丽不禁吓了一大跳 这是什么 大眼前辈 你可知道此物吗 没有 老夫从未见过这东西 不过这也不奇怪 上古石的怪材料多了去了 谁也不可能认得所有东西的 不过 你不妨扔一块进来看看 老夫闲着也是无事 正好研究一样 韩丽也没有多想 随即反手一扔 石块就飞向了背后的竹筒 只见竹筒灵光闪动后 一片白霞飞射而出 便将那古怪石块卷进了筒内 而韩丽刚才在拿到石块的瞬间 也从断裂出的痕迹上看出 此石碑应该是还没有毁坏多长时间呢 看来这石碑原来应该是镇压镇眼的要紧之物 所以才在法阵出事的同时也被摧毁掉了 就此一点 这石碑的材料绝对不可能是普通之物 想到这里 韩丽也没有客气 一片青霞扫过后 其余石碑的残片都被其收进了储卧袋中 他随其食指连弹 十几道青色剑气击射而出 狠狠击在了石碑的根基上 他还想将这些材料也击碎了带走了 突然间轰轰的一连串响声传出 大出韩丽意料 那青光一闪后剑气便都无声无息地没入石碑根基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竟是丝毫效果也没有 还真有些古怪 韩丽略微犹豫了一下 就不再理会剩余这些材料 而是方向一偏 又射出数道剑气 准备开始布下阵盘 虽然剩余的劈血神雷 还足以支撑好长一段时间 那我也不敢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久待的 随着连串的闷响传来 在石碑旁边 一个杖许深的大坑就出现在了那里 韩丽不动声色地手掌一翻 只见白光闪过后 那件精致异常的阵盘就出现在了手中 他毫不犹豫地又一抖手 阵盘瞬间就化为一团白光飞入深坑之内 片刻之后阵盘发出了一声清鸣 随后一道胳膊粗细的乳白色光柱 便漠然从阵盘上冲天而起 瞬间就消失在高空中 不见了踪影 既然阵盘一切都正常 那说明我找对了地方 埋在此地应是没有问题的 想到这里韩丽神色一松 大秀一扶 一股清蒙蒙的净风就随之涌出 狂风过后 四周的碎石全都被重新扫进大坑之中 韩丽随即打出一道法掘 那原本有些突骨的碎石堆 在韩丽低沉的咒语声中发出淡淡白光 然后重碎石开始在法力作用下 融化凝聚为了一体 片刻后 大坑表面就变得平整光滑了 韩丽围着原来大坑所在的位置走了几圈 在看到一切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异样之后 便点了点头 露出了满意之色 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向外随手甩出几道法掘后 便正好积在了附近徘徊的几只金色电蟒上 爆裂声随即传出 金蟒瞬间化为点点金星 凭空消失 但原本被隔离在远处的魔器 顿时也翻滚地再次簇拥而上 韩丽沉吟了一下 光照上的金壶随即一闪 人就要腾空而起 飞回海面 但就在这时 神石中却传来了大眼神君的声音 小子 且慢 前辈有什么指教吗 韩丽一正身形一顿 便没有马上离开平台 这里既然是阵眼所在 那应该是魔器最浓密之处 而这些魔器从上古时期就一直镇压至今 说不定在此地已有可能形成了几块磨水钻也说不定 这种东西据上古典集上记载 可是炼制一种魔道质宝的唯一材料 你到这平台里面和附近的地下看看 看能否真找到此物 磨水钻 韩丽脸上随即升起了一丝异色 但想了想后 他便没有迟疑地单手往储物带上一拍 一件黄蒙蒙的狼手玉如意就出现在了手中 这便是当初银月寄身的古宝 虽然气灵不见了 但仍然可以施展出简单化的土盾术 只是无法向银月使用的那般初神入化罢了 韩丽口中一声低鸣 身上光照漠然间扩大背许 接着一道白光从其袖中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之后落在身前 正是银月所画的雪白小胡 时间太矜 我们分头去找那东西 韩丽飞快吩咐着 一团淡金色电球便浮现在其手心处 他毫不迟疑地反手一抛 只听轰的一声后 电球便化为一张电话 附在白胡的身体上 记住 这点神雷可以持续的时间不长 一旦有减弱的迹象 马上返回地面就可以了 我会早些返回它 是 主人 不过那魔髓钻 到底生的是何模样 小碧可不认识的 魔髓钻是漆黑如墨 仿若晶石的东西 体内蕴含的魔器惊人 很好辨认的 既然这样 那就好办了 那小碧就先去了 白胡点了点头 身上荧光一闪 就钻入石台中不见了踪影 韩丽手中欲如意一挥 荒罩上就又多出了一层 淡淡黄芒来 他随其连人带护罩 同样陷入平台之下 无声无息了 偌大的平台 一时间便空无一人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四周是寂静一场 但是平台上彻底成了魔器的天下 犹如幽冥地狱一般 第六百七十二集 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一声霹雳响起 借着金光一闪 韩丽在光照的笼罩下 就浮现在了平台之上 他四下望了一眼 也没看见银月的踪影 面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担心 此刻他的手心处 多出了一枚乌黑剔透的晶石 小巧玲珑 嗯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里真的形成了魔髓钻 你的机缘还真是不错 这可是上古魔道修士 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那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宝物 是吗 这东西竟如此珍惜 韩丽托起这枚金钻放在眼前 仔细观察起来 只见那金钻丝毫光芒都没有发出 反而幽黑地给人一种 要将人的魂魄吸入其内的妖艺感觉 韩丽随即心中大力 急忙将目光收回 就在这时 他脚下石台上荧光闪动 白狐带着微弱金芒 默然从石台上飞射而出 一下便投入了韩丽的光照之内 你再不回来 我就打算亲自换你了 原以为你会逼我早回来一步的 难道是也有收获 韩丽朝脚下小胡一招手 顿时一片青霞托起小胡 亲自送到韩丽眼前 白狐张口便喷出了 三颗幽黑晶莹的东西来 也不知这魔髓钻还是何物 好 做得不错 韩丽初听到还有些意外 随后便面露喜色 白狐微笑了一下 随即就钻进韩丽的绣袍之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接着从储物袋中 取出了一个玉盒 将四枚磨碎钻并排摆好 这一次必须走了 韩丽光照外电弧一阵 随即轰鸣声大起 她盯着护照缓缓向空中飞去 足足向上飞行了一刻钟 韩丽才终于再次看见了 那层白蒙蒙的光幕 转眼之间 韩丽便穿过光幕 终于脱离了魔器 她转身看了一下身后的光幕 便将避邪神雷一收 但是她也没有马上向空中飞去 反而是不慌不忙地看了一眼光幕 伸手王储物袋中一摸 一件东西就出现在了手中 是一杆残缺不全的碧绿小番 这 这不是当日的阴罗番吗 此番所依附的魔头阴鬼 虽然已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但本身毁坏的却没有多严重 仍是一件难得的魔道法宝 它可以吸纳鬼器并自行修复 先前的和欢老魔给的魔器 倒是提醒了我 魔器和鬼器都是天地至阴之器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相通的 这里有如此多的精纯魔器 正好可以拿来试试看 能否修好此番 就算不行也无所谓 韩丽手上顿时清光大帽 一层清蒙蒙的灵光 将小番瞬间包裹 然后化为一道清芒 射入了下面的魔器中 小番外面包裹的灵光 瞬间就被魔器吞噬得一干二净 残破的阴罗番就此显出真容 被众多魔器一拥而上的 团团包在了中间 韩丽随即两手掐掘 再冲着远处的碧绿小番一点指 只见原先死气沉沉的阴罗番 顿时绿光大放 接着在韩丽法掘一催之下 此番体型狂掌 转眼便化为长约 杖许的巨大绿番 只是番面上破破烂烂 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这些可都是当日一战中 被大庚剑阵为能所毁的 韩丽因为搜查过那位被击毙的 阴罗宗长老的神石 因而自然知道是如何催动此番的 而这等类似阴罗宗代代相传的宝物 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滴血认主 所以虽然此番属于法宝之列 但却是那种无法加以认主的强力法宝 基本上到了谁手中 炼化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此刻在韩丽的咒语声中 翻面上浮现出一个直径数尺的大洞来 里面阴风阵阵 这一下 四周那早已被挤得密密麻麻的魔器 瞬间找到了宣泄之口 全都往那浮现的空洞中狂涌而进 源源不断 此番果然可以吸纳魔器 在吸入了大骨魔器后 翻面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修复着 没有多久 整个番旗就变得焕然一新 只是此番由原本的碧绿色 变成了半绿半黑的古怪颜色 韩丽目光闪动 看着此番吞噬这四周的魔器 心中是有些意外 原本以为一旦修复后 此番就会立刻停止吞噬的 可没想到 现在这阴罗番就像无底洞一般 根本一刻不停 只不过翻面中的绿色开始渐渐吸收 黑芒 这刺目要颜起来 看到此目 韩丽脸上露出一丝惆怅 但只是远远地注视着一动不动 结果不知过了多久 在吞噬了鼠之不尽的魔器后 阴罗番终于发出了一阵嗡鸣声 上面的孔洞骤然消失 恢复了瓶颈 而这时的阴罗番通体乌黑发亮 刺目的黑芒犹若实质一般 这时候 韩丽毫不犹豫地冲此番一点纸 顿时 他在黑光中急剧缩小 重新化为一道黑芒 从魔器中击射而出 落在了韩丽的一只手中 韩丽仔细打量了一下 便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它收了起来 等以后 再找机会试试它的威力吧 韩丽不敢再怠慢下去 当即喷出了数十口飞剑 破开头顶的灵气 向空中飞升而去 当韩丽化为一道青红 从大悬窝中飞射而出的时候 魏无牙等人虽然看起来 还镇定平静 但是目光之中 也隐隐含着焦虑之色了 他们生怕韩丽出了什么意外 并没有布置好阵盘 结果一箭青红飞出 三人都不由地大松了一口气 直到多败是成功了 谭道友 怎么样 此行还算顺利吗 性不辱命 阵盘已经布置好了 好 那让魏莫我先试上一试 魏无牙单手往袋子上 一扶 另一块大致相同的阵盘就出现在了手掌之上 魏无牙一手拖着阵盘 另一只手掐动法掘 几声咒语便脱口而出 只见阵盘上白色灵光闪动不定 随后放射出丝丝的五色霞光 艳丽异常 好 果然已经布好了阵盘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给其他修士下请寒 请他们来修复此法阵了 布下这阵盘之后 最起码不用再担心魔戏会骤然爆发了 韩道友此趟的功德不小啊 既然此间的事情已了 那韩某就先告辞回去了 在下还有一些重要知识要处理的 这些宝物就先还给三位道友了 韩丽将那四件退魔之宝 一一抛给了三人 听了韩丽这话 接过宝物的魏乌鸦三人 不禁互忘了一眼 韩道友何必如此心急 不如在我们七领导多待两日 再走也不迟的 多谢志阳兄的美意 只是韩某的确有要事在身 无法耽搁的 既然韩兄真有事 那我三人就不多挽留了 道友一路走好 那在下就先告辞了 韩丽平静地朝三人分别拱了拱手后 就化为一道刺目惊鸿 破空远去了 半个月后 回到了洛云宗的韩丽 通知了程师兄二人 有关一座领导 被划给洛云宗的事情 就准备再次闭关了 这一次 我不是修炼法力 而是要将第二元英彻底修成 毕竟有了第二元英 我便可神通大僧 几乎相当于多出了一条性命 那被当作第二元英夺赦的 智慕灵鹰 此刻也同化到了末尾的阶段 只要完成最后的几个步骤 就算大成了 为此 韩丽在看完南宫晚的情况后 当即就进入了密室中 开始了长达数年的 闭关修炼 而天南修仙界 在一连经历了数件大事后 也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时期 各宗各派都尽力培养门下弟子 进入到了养精蓄锐的阶段 四年后 子母封主封的洞府内 银月所化的美艳少妇 在一直未曾开启的密室外 恭候着 早日我正用绿叶催出灵药时 忽然听到主人的神石传音 不知主人的第二原因 修炼得如何了 那数年没有开启的闭关石大门 终于是缓缓升了起来 银月抬手望去 发现门内并没有出现 寒厉的身影 反而是一阵黑蒙蒙的 阴风忽然吹出 在一阵低沉的轻笑声后 漠然从里面射出了 一朵丈许大的乌云 一闪即逝地直冲银月而来 银月急忙连退数步 花容失色地望向词物 只见那乌云却豁然停了下来 上面幽黑发亮 如同黑色丝绸一般 这是 银月的念头略转 心中隐隐猜到了些什么 怎么样 第二原因修炼到了这般程度 应该也算是大成了吧 乌云忽然凝聚变形 瞬间化为了一个身高寸许的黑绿婴儿来 并口吐人言 银月奄然一笑 脸刃宠元婴一败 恭喜主人神通大成 第六百七十三集 这原因看起来除了比韩丽的主原因小了一些外 模样神态全都和韩丽一般无二 这么快也能将第二原因完全修成 这还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不过练成后还真有点怪怪的感觉 熟悉的话语声随即从密室中传出 门口处终于出现了韩丽的身影 哼 这时候那黑绿元婴咧嘴一笑 自行射向了韩丽 一个盘旋后便落在了韩丽的发际之上 一人拥有两个自主原因 那自然和先前的感觉不同了 不过主人习惯后应该也就无事了 银月抬手打量了一下韩丽 您嘴倾向 韩丽目光闪动了一下 有些感兴趣的样子 听你的口气 似乎对第二元婴还知道些什么事了 小碧也不知为何就随口说了出来 也许以前真知道些类似的神通吧 听到银月如此解释 韩丽便点了点头 也没再说什么 但她头上的元婴却忽然小手一翻 手中多出了一杆小翻 把玩了起来 此物乌黑发亮 正是那感吸足了魔气的 阴罗帆 主人的第二元婴如此模样 莫非是修炼了魔道的功法 第二元婴修成 那自然要让她拥有一些神通才行 她没有自己的肉身 故无法独自修炼功法 因此 我就先用自己的身躯和阴罗帆中的精纯魔气相助 让她修成了一些悬阴大法中的通悬变化之功 至于是否真的让其拥有肉身 我还在犹豫之中 第二元婴拥有了躯体 是非常容易遭到反噬的 因而不得不小心行事 韩丽听到银月此问 眉头一皱 随后单手往头顶上一拍 只见黑光一闪 元婴便没入其头顶 不见了踪影 而韩丽的神识内饰之下 却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丹田处主元婴打坐的地方 那第二元婴便在对面 同样盘膝坐下 静坐不动了 主人谨慎些 自然也是应该的 这玄母化婴大法 以前从未听说过 而其他修饰的化身之术 也大多是修炼分神分魂的 高洁些的 就像木兰的那位众神师一般 也只是用大神通 将元神硬生生地分裂开罢了 他们这种化身之术 虽然本质上并没有增强什么 但在对付多个对手 或保命上 同样是有些妙用的 倒也不失为一种厉害手段 好了 这些不要说了 在这期间 洞府没出什么事吧 韩丽说了两句就一摆手 同时往大厅走去 主人闭关一年后 穆姑娘便结丹成功了 我就按照您的吩咐 将那巅缝培员工法绝 和另外一些 对结丹器有用的丹药送了过去 而南宫姑娘 同样在禁止中安然无恙 风魂咒在火缠丹的威力下 日益减轻 估计即使没有解咒法绝 再过百年 应该也能解除毒咒的 当然 这只是小碧的推测之言 主人还是亲自看看的好 一闭关出来 就听到了两个好消息 韩丽自然是心中一喜 他正想再问一些其他事情 银月却又说了下去 还有一件事 要报于主人知道 那些六翼双宫幼虫 经过这些年不断地 扶持霓裳草 按理说 早应该飞快长大 并分裂进化才是 可不知为何 这些幼虫 生长得缓慢无比 只是退壳一次 竟不再分裂了 退壳 听完这话 韩丽脚步一顿 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 不过退壳后 这些蜈蚣似乎厉害了许多 而且这几天 他们又暴躁起来 似乎还要再退一次的样子 银月轻药红唇 脚步同样放慢了 韩丽眉头一皱 接着便往重室走去 先去重室看看再说 片刻功夫后 韩丽就出现在了重室跟前 他几步走到其中一间 重室侧壁的孔洞处 向里面望去 还未等看清楚里面的东西 韩丽就先感到一股 阴寒之气迎面扑来 韩丽目光所及之处 全都是一片精亮 只见不大的重室内 无论上面还是四壁 都是剔透闪光的后兵 地面上更有数座大小不异的 冰山耸立在那里 冰上有数个顽口粗细的深洞 正有几条半尺长的雪白蜈蚣 进进出出游走不定 韩丽这边刚一现身 这些蜈蚣顿时便感应到了什么 一阵骚动后 在外面的几条 立刻向韩丽飞射而来 在洞中的几只 也飞快地爬出 同样扶起飞来 韩丽随即一挥手 撤去了孔洞上的进制 随后他神石一动 这些蜈蚣在白光中 便化为寸许大小 在他身前上下飞舞着 他随即便将其中一只 抓到手中 从颜色上看 这些幼虫 仍和当初一样的雪白 但背部却出现了 两个微凸的小包 其余的地方都丝毫未变 韩丽看完手中的灵虫 不禁站在原地沉吟了起来 突然韩丽伸出一根手指 只听扑的一声响 蓝色火焰便在其纸上 浮现而出 而那蜈蚣一张口 一道细细的寒气 就从口中喷出 打在了蓝焰之上 顿时他手指上的蓝焰 高涨数倍 并且一下将这些寒气 全都卷在了旗内 韩丽缓缓闭上双目 似乎是在感应着什么 这些蜈蚣退壳之后 比以前自然厉害了许多 看来分裂吞噬和不但退壳 也没什么区别的 韩丽睁开双目手指一抖 蓝焰便消失不见了 至于他们为何不带分裂 互相吞噬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些上古灵虫 哪一个不是千奇百怪 也许它本身 就只能分裂几次而已 也许它们在 霓裳草的催熟下 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异 丧失了这种功能 反正只要仍能用绿叶 让它们继续进阶 那就无所谓了 主人如此说来 小碧也就放心了 银月随即松了一口气 露出了甜甜的笑声 显得迷人至极 韩丽对此却是视若无睹 反而一边反身向大厅走去 一边沉声叮嘱道 这次闭关出来 稍微休整一下后 我们就要去大进一趟了 无论是解决身上的煞气 还是寻找珍稀材料 此趟都势在必行 况且 婉儿体内的火缠丹 无论如何有效 我还是担心有意外发生 因而最好 还是从阴罗宗 找到解咒口诀 这也是我先苦心修炼 第二原因的原因 谁知在大进 又会遇到何种危险 原来如此 不过以主人的神通 就是在大进 也没有几人能奈何主人的 修仙界起保一功众多 这可是不一定的事情 况且 我已经得罪了 阴罗宗的魔修了 若被他们发现 那麻烦肯定会不小的 我还是多加小心得好 现在 我先去看看婉儿的情况 顺便见一下 程师兄他们 看看炼制傀儡 和七雁山的材料 到底还欠缺多少 若一切顺利的话 顶多十天半月后 我们就能出发 离开此地了 是 主人 小碧也想见识一下 那号称修炼圣帝的大进 到底是何种模样 半个月后 一道青红 从云梦山中破空飞出 一路向南的 飞顿远走 而不久后 一些消息灵通的修士 便同时收到了一个消息 骆云宗那位 鼎鼎大名的韩长老 竟突然离开云梦山 出去远游了 而韩历这一去 就此是销声匿迹 一连百余年 都音讯全无 此刻 一支三十几人组成的车队 正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孤零零地前进着 车辆不多 只有七八辆而已 但围拢在附近的那些骑马的皮装之人 却个个年纪轻轻精神抖操 有几人甚至只是十一二岁的幼童 在车队的最前面 是一名服饰华美 骑着黄色骏马的老者 此老者头戴火红胡皮帽 额头有刀刻般的皱纹 面堂微微发紫 腰间竖着一条代表身份的三色锦带 这正是一步之手的标志 此地已是天兰草原的南部了 这天兰草原 是突兀人对木兰草原的称呼 因为突兀人一向信奉传闻中的天兰兽 并且还将其当作本族的守护神 世代加以奉养 故而草原才有此名 原本突兀人只是占据着天兰草原的南半部 但自从三十年前 在草原中部的交战中 一举击败了世仇木兰人后 他们从此便占据了整个大草原 势力自然也突飞猛掌 整个草原上再无敌手了 突兀族如此庞大 内部部落更是属之不尽 这支队伍所在的仓路部 就是其中之一了 他们是一个从大部落分化而出的 微型部落 整个部落才有七八万人而已 而那车队中的老者名叫鹰鹿 年轻时作战勇猛异常 在圣战中曾一连击垮了数个木兰人的小部落 但如今因为岁月的摧残 再加上这些年的劳心劳力 虽然年纪才五十余岁 身体却已呈现苍老之状 第六百七十四集 现在正是中午时分 老者望了望天空炙热之极的焦羊 再回首看了看背后车队中的那些幼童 长叹的一口气 按理说 部落无论大小 都必须供奉一位仙师才行 否则 万一碰到了天灾人祸 早遇妖兽 普通凡人是根本无法抵挡的 但像我们这样新生的小部落 根本无法招来任何一位仙师 就是最低阶的仙师也不愿意住住 所以这些年有时 我们都只能重惊雇佣相邻部落的低阶仙师 出手相助 但这些仙师同样要价极高 几次出手 就要花费我们整个部落一年小半的收入 这让原本就不富足的苍鹿部 更加雪上加霜了 好在二十年轮到一次的开灵日 终于就要到了 鹰鹿对此事颇为上心 当即便带领部落中被检验出有灵根的数名部落子弟 往离他们部落最近的一座天兰圣殿而去 天兰圣殿原先只是为供奉天兰圣寿而修建的 但经过如此多年的演变 却成了突兀人心中的圣地 专门培养突兀族的低阶仙师 每座圣殿内都有数名高阶仙师负责传授一些基本的修炼之道 一有所成 资质低些的便直接返回各个部落受部落供奉 有培养前途的则被那些高阶修仙者说为弟子 专门加以培养 而没有经过开灵仪式的凡人 是严禁高阶仙师私自传授仙术的 这些圣殿的数量不多 只有六七十座 但均匀遍布在草原各处 每座几乎都是一大片区域的中心所在 周围遍布数以千计的大小部落 所谓区域内的唯一圣殿 越大的部落离圣殿自然越近 我们仓路部落因为太小 便被分配到极远的地方 从部落出发到圣殿去 足足要走三个月的路程才行 我乃之下早在四个月前 我就带队从部落出发了 说起来上一次的开灵日 我虽已将部落独立出来 但无法凑够公平 也就只能眼睁睁地错过了 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错过 即使整个部落今后数年内 要结衣缩食 也要拥有自己的现实 不过 带着贡品要穿越如此广阔的草原 对鹰鹿这些人却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毕竟贡品都是对仙师大有用途的东西 那对凡人来说便是更贵重至极了 有不少心怀不轨的人趁此机会打劫弱小队伍 甚至一些心术不正的仙师也有可能出生 这可是历年开灵日期间屡见不鲜的事情 离圣殿近些的部落倒还好一些 他们畏惧圣殿之名不敢过于放肆 但是像他们这样距离遥远的部落 那可就危险了 听说上一次这片区域的一个中等部落 因为贡品中有一只近千年的灵药 结果风声走漏之后 整支队伍在前去圣殿的途中就皈依消失了 一个人营也无法找到 结果不少人都传闻 说是某个大部落的高阶仙师掩红紫堡 鼓才出手杀人夺宝的 圣殿的人自然气恼此事 听说也派出殿中的仙师追查了一番 但不知怎么就不了了之了 因而这一次贡品虽然背棘了 但没有仙师押阵 我从出发以来就开始寝食难安 而开灵日的这段时间内 各个部落仙师也都同样忙于随队前往圣殿 就是有灵时也没有愿意被雇佣的 偶尔有几位流浪的仙师 也被附近几个较大些的部落 重金抢先顾去了 所谓最弱小的部落首领 我也只能干瞪眼而已 想到这里老者不禁叹了一口气 回首望了一眼身后 在他身后的七八辆车中 其中有四辆装着的全都是贡品 拉车的全都是部落中精心挑选的骏马 这几辆车也用部落最坚固的红化木制成 当然为了不引人注意 所有车辆表面看起来都是破破烂烂 陈旧至极 幸亏有这些措施 否则说不定早就出事了 就是如此 在上次遇到一小群野狼时 队伍中也差点出现检员 但是为了冲出狼群 车队不得不丢弃掉最慢的两辆 才可以安然到此 那两辆车上 虽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但却装满了我们一行人 今后两月的大部分食物 看来我们这几日 不得不在路上暂停一下了 好像再过两日的路程 就有一片峡谷在附近 那里罕有人质 说不定有些野牛野羊之类的 可以先打些猎物回来 想到这里 老者摸了摸马鞍上挂着的硬木公 面露沉吟之色 那是什么 老者旁边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女声 声音里满是惊奇之意 此女叫鹰山 年纪十五六岁 是鹰鹿的某位晚辈 也是部落中被检验出 具有零根的几人中的一位 深受鹰鹿宠爱 老者为鹰一惊急忙抬手望去 结果在前方不远处 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 果然有阵阵清光闪烁不定 隐隐有什么东西在气内 老者心中一领 这分明是现实施法时放出的灵光 难道真有现实 想对我们这么穷酸的队伍下手不成 鹰鹿随即心中一沉 漠然一举手 身后的队伍戛然而止 其他人也都看到了前方灌木丛中的清光 脸上不禁露出几分惊慌和戒备 老者抢坐镇定的勒柱江省 站在原地不动 但脑中各种念头急转 苦思自保之策 片刻之后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灌木丛中的清光尽管闪动不停 但始终没有仙师现身而出 也没有什么仙术发出 鹰鹿随即眼中一亮 急忙向那灌木丛中仔细望去 这些灌木密密麻麻的 足有一人来高 根本无法看清什么 土蒙 你过去看看 是不是真有那位仙师在哪里 老者目光闪动几下 忽然开口吩咐道 是 组长 只见车队中一名身强力壮 面容威猛的青年文言一正 他急忙应了一声随即赶忙下马 小心地向二十余帐外的灌木丛而去 在离清光之地只有五六丈远时 青年一阵犹豫 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不知哪位仙师在此 我等是仙鹿部的 特来拜见仙师真言 青年似乎在仙鹿部也有些身份地位 说话倒也斯斯文文 脸上同时还露出了恭敬的神色 可是灌木中仍然只是灵光流转 并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青年见此不禁回望了一眼老者 老者想了一下后 还是冲气点了点头 青年心中顿时有了几分底气 悄然无声地向前方走去 等走到灌木从前时 青年迟疑了一下 不过他还是一咬牙伸手分开了眼前的灌木 就在分开灌木的瞬间 青年口中发出了一声惊呼 同时一连倒退竖步 差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众人士都吃了一惊 一些轻壮不重 甚至立刻拔出了随身的刀剑 不要轻举妄动 图猛出了什么事了 嬴露的头脑倒还清醒 他一眼就看出了青年根本无事 只是受到了惊吓 族长 这里面有个仙师 但是他长得 我长得怎么了 未等青年说完 灌木从中的青光狂闪几下 便突然消失不见 接着一个人影从里面大步走了出来 包括老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急忙凝神望去 只见出现在面前的 是一名白袍男子 此人身材普通 看白袍饰样就明显是鲜尸的服饰 可是头上却有一个 饰样奇特的青色倒棚 遮住了面目 腰间还有好几个鼓鼓囊囊的带子 背后则背着一个持许长的墓盒 在下苍鹿部组长鹰鹿参见仙师大人 不知仙师高姓大名 鹰鹿一见这人出现立刻翻身下马 远远就冲白袍人身失了一礼 不敢有丝毫得罪之处 其他部众也同样下马见礼 仓务部 没听说过 我姓韩 刚才在里面修炼功法 你们过来做什么 白袍人的目光朝老者一行人打量了一眼 冷冷地质问道 啊 原来是韩现实 刚才我等实在不知道是大人在里面修炼 多有得罪之处 还望仙师大人赎罪 不知大人是哪个部落的供奉 也许老夫和贵不相识呢 老者一见这位仙师不像专门对他们出手的 心中顿时一松 我刚出师没多久 暂时还没受哪个部落的供奉 啊 大人原来是自由之身 仙师大人既然独自出现在这里 肯定也是去圣殿的了 二十年一测的开灵日 想必现实肯定不会放过的 盈鹿一听对方竟是自由之身 心中不由地移动 口气也越发地恭敬起来 第六百七十五集 不错 我正是要去圣殿的 你们是将圣殿朝贡的吗 不过 怎么没有仙师跟着 白袍人望了一眼他们身后的车辆 似乎有些感兴趣的样子 啊 我们仓路部只是一个小部落 暂时还未有现实主流 所以才 此时老者心中隐隐生起了一个强烈的念头 既然你们也是无意的 这次的事情就算了 你们走吧 白袍人犹豫了一下 才冲他们一白手 让他们立刻离开 见白袍人这般轻易地放走了他们 原本还害怕对方身份不明 有些担心的鹰鹿 便立刻下定决心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面露笑容地邀请起白袍人 神师大人 既然您也要去圣殿的话 不知可否临时接受我们仓路部的雇佣 只要大人陪我们到圣殿去 我愿意出二十块零食雇佣大人一趟 雇佣我 白袍人一呆似乎大为意外 不错 既然仙师大人也是要去圣殿的 不如和我等一起吧 这一路上没有一位仙师跟着压阵 老夫还真怕无法安然到达圣殿 毕竟这路上的危险实在是不少啊 和你等凡人一起走 也太慢了些了 而且只给二十块零食 白袍人没有一口回绝 但是也没有马上答应 自乎是有些愁愁不绝 只要仙师答应此时 老夫愿意出道二十五块零食 不瞒韩仙师 我们仓路部实在不当 这就是我们部罗能给到的极限了 二十五块零食也不少了 不过你们就不想先问问 我是什么等级的仙师吗 或许在下只是练七七二三层的初节仙师 并没有能力护送你们车队呢 真是大人说笑了 老夫虽然没有灵根 但西年也曾参加过圣战 大人刚才修炼时放出的灵光 绝不可能是练七七两三层的仙师 好 既然你们有此诚心 那我就陪你们走一趟吧 不过这零食我要先收取一半 到地方后立刻再将另一半付给我 白袍人并没有考虑多久 稍微沉吟了一下后就答应了下来 这是自然 老夫这就将零食付给仙师大人 老者文言大喜 当即便掏出一个不大的皮带来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 点出了十几块零食 爽快地交给了白袍人 白袍人接过灵石后 手上灵光一闪 灵石就不见了踪影 这让后面那些仓路布的青年 都发出了一阵惊叹 怎么 你们连储物袋都没见过 这 大人莫乖 这些都是部落中的年轻人 他们都没和仙师接触过的 原来如此 白袍人有些恍然地点了点头 然后向那几辆马车看了一眼 有些犹豫起来 倒是老者以前经常接触不少仙师 立刻便醒悟地转手大声吩咐他 你们几个人 快将最好的那辆马车腾出来 让韩仙师在马车上打坐休息 动作都麻利点 一听族长此言 那些原本正因队伍中多出一名仙师而暗自欣喜的青年 立刻如梦方形般地行动起来 将一辆马车的货物全部卸下 然后分到了其余马车上 白袍人也没客气 一等马车收拾完毕 便对老者正色嘱咐他 有劳阁下 我就在车上休息了 若有事情 在外面喊我一声就好 我已闭鼓 平时就无需打搅我了 这个自然老夫明白 鹰鹿微微一躬身 脸上陪笑的 白袍人见此点了点头 当即便大步向那辆马车走去 但是走了几步后 突然一转手 对还有些发症的图猛冷声警告他 你刚才看见我的面目了 我不希望此事传得到处都是 你好自为之吧 白袍人说了这么没头没脑的几句之后 就不慌不忙地上了那辆马车 并且将布莲放了下去 遮住了众人的视线 图猛的脸色刷的一下便苍白无比 虽然白袍人已经进了马车 但他仍是连连摇头说着不敢 好了 既然我们车队有现实了 大家便可以放心赶路 全都上马立刻出发 颖山 你跟在仙士的那辆马车旁 仙士有什么吩咐就及时去做 一定要伺候好仙士大人 老者大声地招呼众人再次上路 并且转手对身旁的少女大有深意地吩咐他 少女一听此言 当即便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上马之后便向后面走去了 其余的青年一边驱动着车队前进 一边不停地回首张望着 而在那辆被车帘遮蔽的 严严实实的马车之内 那白袍人整盘坐车中 身形一动不动 韩小子 看来你刚才运工时的情形 把那名突兀人小家伙下得不轻啊 也不知他以后会不会噩梦几天 一个苍老还有些幸灾乐祸的话语声 在白袍人的神识中想了起来 前辈你传授的这个无鬼锁神大法 是真的有效吗 我可不想尚未找到解除煞气的方法 就先变成了一个只值杀戮的怪物 白袍人却答非所问地淡淡传音起来 你放心好了 这种秘术虽然使我创立出来 用以控制大眼觉走火入魔的功法 但对煞气也同样有效的 只是我还要再提醒你一句 既然你已经用煞气做引 引来了无鬼附身 那这禁制的可不光是你身上的煞气 就连你的修为可也被封印了十之八九 你现在的修为 顶多也就是注击中气左右的水平而已 你无法再妄动那些法力了 且记 这一点不用前辈说我也是知道的 没想到煞气的反噬 竟比预期的快上这么多 而且势头凶猛 也远超你所说的 哼 这可不是老夫的预测有错 谁让你在煞气未去除之前 便和其他休闲者大大出手的 甚至还元气大声 差点一命呜呼 那煞气自然会提早反噬了 至于煞气的凶猛 你也不看看你身上的煞气 都深厚到何种程度了 那自然这反噬其来 也远非常人可比 要不是需要你去帮我炼制傀儡 老夫才懒得管你呢 这两人自然便是韩丽和大眼神君了 当天离开天南后 我直接就进入了天蓝草原 在小心谨慎的掩饰修为和身份之下 开始倒也非常顺利 甚至我还假扮成一名自由身份的仙师 深入过多个突兀人的部落中 和一些突兀人的修仙者交流过一些修炼心得 一直都安然无事 但当横跨大半个草原 到了草原的南部时 则无端遇到了祸事 在一处远离突兀人部落的荒野之上 当韩丽力力行放出所有士金虫 准备催玉其中最强壮的那批时 竟正好碰见了一名突兀人的元英中期长老 在追杀一只不知名的妖禽 而驱使的竟正好是一只成熟体的士金虫 因为用泥肠草在随身携带的珊瑚上催熟非常方便 故而韩丽如此做了这么久 也一直没有什么事情 一时大意下 他也并未布置什么高阶的隐匿法阵 结果这位突兀的高阶仙师一见到韩丽头顶上密密麻麻的上万世金虫时 是差点没惊骇的晕了过去 当即那仙师也不管什么邀请了 立刻开口就要韩丽跟其走去见什么什么圣女 见此情景 韩丽又怎会答应呢 他当即便动了杀机 一口气施展了数种大神通来 甚至连第二元鹰都动用了 瞬间就将对方的肉身给积得灰飞烟灭 可此时让韩丽郁闷的事情发生了 这位突兀长老修炼的主修功法实在是诡异至极 竟可以将她的元鹰一分为七地分裂开来 而且个个都精通目盾之术 韩丽一不小心 竟让其中之一给逃了出去 这一下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是捅了马蜂窝了 当时便一刻不停地连夜赶路 一路向南部逃出 但也不知道突兀人的修仙者 都是用何种方法联系的 我刚刚跑出数日后 路上就出现了众多元鹰气的高杰仙尸 要阻拦追杀鱼 到了最后甚至连突兀人的次大仙尸 也出现了一位 我连战数场后 虽然击杀了数位高杰仙尸 但分神之下 还是被那位大仙尸出手给积成了重伤 要不是依靠万年灵业尖连施展出了血影盾 我的小命恐怕就要交代在那里 但不知是否因为几场大战后 我元气大伤的缘故 那原本应该许久才会发作的煞气 竟提早反噬 幸亏我神势强大 并见机够早 依靠秘术强行镇压了下去 不过这样一来 情形也变得雪上加霜了 无奈之下 我只能向这位大眼神君请教了解救之法 第六百七十六集 大眼神君不愧是活了万年的老怪物 他马上就交给了韩力无鬼锁神大法 此法可以暂时封印住煞气 但使用的后果实在严重之极 一身修为在寻觅到解除煞气之法前 十之八九都要被彻底封印在体内 否则妄动法力后 煞气和无鬼同时反扑 那可真是生死两难了 韩力深知其中的厉害 故而得到了此法 也愁愁着不敢动力 但是 当他为了逃避追杀飞行到此地时 煞气再次气势汹汹地反噬起来 比上次还凶猛厉害得多 他凭借自身修为根本就无法镇压 情急之下 韩力只能降落在这片灌木丛中 连防务法阵都来不及布置 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地施展出了 无鬼锁神大法 而当仓路布这一行人到此时 韩力其实已将大法施展到了最后的阶段 而那位叫土猛的青年分开灌木丛时 韩力的面孔正幻化为无鬼之一的模样 正在收工 那猙獰可怖的鬼脸自然将青年吓得不轻 恐怕他到现在都还以为 那鬼脸就是韩力的真面目吧 煞气虽然暂时控制住了 但修为被封印得如此之多 这情形仍好不到哪里去 现在我混进了这个 去天兰圣殿朝供的队伍中也好 一时应该无事的 你的修为虽然被封印了 飞剑和古堡都无法驱使 但还有弑金虫和第二猿鹰可用 这两样东西不受任何影响 足以应付普通的修仙者了 而离开洛云宗前 你要不是将新炼之城的猿鹰级傀儡 留给你那位吕师兄 把那些结单期的大部分 都留给了那位士气 无尽的情况恐怕要好一些吧 机关傀儡 可是最适合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自保了 我这次离开天南 自己也不知何时才能重新访 那自然要为宗内和婉儿布置一些后手 就算程师兄不久后作画了 有了那只猿鹰级傀儡的相助 吕师兄应该是能独立应付一些事情的 再加上还有慕佩玲的几只巨龟傀儡相助 那就更加稳妥了 否则我是无法安心到大进的 你如此想 那就不要埋怨什么危险了 韩力随即便漠然下来 但过了一会儿后 还是神色一动的再问了句 这无鬼锁神大法施展后 就没办法临时解除吗 第二元鹰和弑金虫对付结单器对手 自然毫无问题 但碰到了元鹰级的对手 那就危险了 而现在据寻到解除煞气的方法 还不知要多久呢 临时解除这对别人肯定不行 但你身上的天才地宝如此之多 不是不行的 不过 这付出的代价可不清啊 什么代价 只要不对以后的修炼有影响 我都可以接受的 总比在关键时刻丢了性命的桥 既然如此 那就很简单了 首先 每次解封都需要你手中的万年灵液两地 另外 我再传你另一套秘术 来引开无鬼和暂时中和身上的杀戟 这样根据实际情况 你大概有一个时辰的法力回复时间 时间一到 无鬼吞噬完灵液中的灵气 就会重新将你的法力封印起来 而没解封一次 你身上的杀戟就会侵入心神一分 到了一定的次数后 杀戟凡尸的蒙烈 就连无鬼也无法控制了 大眼神君倒也没有藏私 痛快地就将其中的利害关系统统讲了出来 万年灵液虽然珍惜 但和保命相比也不算什么 煞气反噬加重不是什么好事 是不是以后驱除煞气会更加麻烦 以后驱除煞气麻烦这是肯定的 以你的情况 我估计顶多能解禁五六次 无鬼就会失控 这其中的利弊 你好好思量一下吧 这有什么好想的 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 自然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前辈先将此法传授给晚辈吧 此法诀我就只说一遍 你记好了 大眼神君接下来便直接将法诀传音过来了 安利双目紧闭 凝神用心地牢记了下来 看来此功法不难 应该用不了几日就能参无透吧 这是当然的 只是一个普通解除封印的功法 怎么会多复杂 不过 韩小子 你真打算跟随这支队伍前去天蓝圣殿吗 要知道像这样的圣会 肯定会聚集不少突兀人休闲者的 前辈应该听说过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若一心想藏匿起来 我随便在野外找一处地方潜伏下来 那一段时间内就绝不会被人找到 但现在煞气缠身 我急于要赶到大进才行 而那些追杀者恐怕也在四处寻找落单的我伴 这样孤零零一个人在外面走动 那就太不明智了 我还不如混入对方圣殿附近的好 那里修仙者众多 追杀者不可能一一查找 而我经过这几个月的草原生活 自信若扮作一名低阶仙尸 是不会露出破绽的 而其他的一切就随机应变了 反正圣殿所在的方向 正好就在去大进的路上 看来你心中已有了主意 那老夫就不多事了 韩丽闻听此言 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 盈月 你的情况怎么样 前些日子的大战 你受伤也不轻的 多谢主人关心 小碧身为气灵 本身没有太大事情 但是狐妖肢体受损不少 恐怕一段时间内 都无法帮上主人大忙了 没关系 以后这段时间我会小心行事 不会需要你出手的 你好好静养吧 是主人 盈月似乎真的是有些虚弱了 她勉强回答了一句 就不再说话了 韩丽眉头紧锁 心中苦笑不已 静静在车上打坐了一会儿后 潘丽突然单手王厨戴上一符 手中多出了一只半尺大的玉盒来 上面贴着几道白光闪闪的符露 潘丽用几根手指轻轻地俯了一下玉盒上的符露 脸上阴晴破定 当日被击毁肉身的原因中起的突兀人先师 虽有一部分残魂附在了那分裂的原因上逃了出去 但和其心神相连的那只士金虫成熟体 却因为没有主人指挥 被我用第二原因轻易地就生擒了下来 并禁止在了玉盒中 原本我还打算等到以后闲暇时光时 就研究一下成熟士金虫和我的士金虫的差别 但现在我修为大将 必须及早处理了此虫 否则万一成熟体士金虫的神通远超我预料 以后迫近而出 那麻烦可就大了 想到这里韩丽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她一翻手掌 手中多出了几杆颜色各异的振齐来 她手指轻轻一弹 几杆振齐飞射 一个直径杖许的进制护照 便凭空出现在了车内 韩丽随即把玉盒平放在膝上 缓缓闭上双目 只见她头上黑光闪动 一个墨绿色猿鹰便出现在了天灵盖上 她双手一搓 那杆乌黑的阴罗旗就出现在了猿鹰手中 这根魔藩一开始就是交于第二原营炼花去世 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一件不受无鬼锁神大法限制的法堡 弑金虫的身体水火不清 刀枪不入 我唯一灭杀此虫的方法 就是用阴罗藩中的精纯魔器将此虫的原神抽出 再放入藩中炼花 具体的炼花之法 都是韩丽当日从那阴罗宗长老的神识中得到 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若不是这只弑金虫的主人原神大索 反而连累的此虫奄奄一息 我还不敢打此主意呢 对成熟体的弑金虫我戒心可不清的 这时候黑绿色猿鹰将手中的小藩往头顶一抛 化为一朵持许大的魔云挑幅不动 而猿鹰又一纵身跳入那云中不见了踪影 随即魔云往下一压 一下将膝盖上的玉盒包裹在了其内 盒中顿时传出滋滋的虫鸣声 声音不大但却暴怒之际 魔云裹着玉盒开始翻滚汹涌起来 里面的虫鸣声也尖利刺耳 但是韩力却无动于衷 他两手掐着法掘身形动也不动 在禁止之中 我根本不用怕虫鸣声 会惊动外面仓鹿部的凡人 我只要全心将此虫的原神抽出即可 于是一场艰难的炼化就此开始 而车队外面的仓鹿部人 其实对这位韩仙师是大感兴趣的 但这位仙师自从进入车中便不再出来了 而族长鹰鹿更是严禁这些步众去打搅仙师的修炼 这让其余之人也是大感沮丧 接下来的十余日内 不知是不是拖到了这位仙师的红服 车队不但在经过的峡谷中找到了一个野羊群 打到了足够的猎物 而且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 车队竟一直都安然无事 这让提金吊胆的鹰鹿是大松了一口气 第六百七十七集 算了算路程 再过几日的功夫 我们就可以到一个极其安全的斜角之地了 那里是天蓝圣殿用法力建立起来的一个临时主地 是专门为远落赶来的各大小部落用于聚集斜角的 一等开灵日结束 这个主地马上就会被拆掉 盈鹿正暗想着此事时 头顶似乎有什么声音传来 他下意识地抬手看了一眼 只见一道刺目白芒破空划过 里面隐隐有个人影似的 但是转眼之间就又消失不见了 以我昔日的圣战经验 这些光芒分明都是高阶仙尸 在低空中飞过的顿光 这种意境 一般来说凡人很少能见到 一般的高阶仙尸 可都是在极高的地方飞掠而过的 地面上的凡人很难发现 可是从前几日开始 这已经是第四道低空飞行的顿光了 难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是哪个部落的贡品被抢了 心中虽然有些疑惑不解 但老者却对下面的路程更加的放心了起来 一路上有这些高阶仙尸巡视的话 那这段时间内应该是黯然无忧了 鹰鹿如此思量着 回首对车队其他人大声招呼一声 催促车队再加快几分速度赶路 老者自然不知道 从他头顶飞过的那道白芒 一直在方圆百余里内的低空处 四下飞顿了好长时间 一刻都没有停 但最后还是毫无所获的向南而去了 结果在不远处 另一道红色顿光也从另一方向斜射而来 两道顿光随即就碰到了一起 只见光滑一脸 两道顿光中显出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影来 男的四十余岁 以身淡黄皮衣面容普通 女的则是二十七八 纹身翠绿色公装 不有几分姿色的样子 中年男子抢先对对面的女子一抱拳后 含笑询问道 原来是秀仙师啊 我这边目前没什么发现 你那儿怎么样啊 可有那人的踪迹吗 李兄 你看我像有发现的样子吗 这几日我已经搜完了那边方圆两千里的所有地方 都没有丝毫痕迹 那人不是不在此地 就是隐匿的功法实在高明 凭我的修为还无法发现 要不你我二人联手 再仔细搜寻一遍 把路上遇见的那几只进贡的车队 也盘问一二 哼 看来离仙师针对奖励的毒龙丸动心了 但你可别为了此要 把自己的小命也赔上 秀仙师这话是何意思 难道你不动心吗 离兄接到任务时 那些园英妻的上街仙师是如何对你说的 上师对我说 有一名外族原英修仙者 闯入了我们天兰草原 并且重伤了一位上街仙师 所以要将其生擒活捉 并且对方已经被其他的上街仙师 积成了重伤 我们这些结单期仙师 拿下重伤的他 是绝不成问题的 离兄果然因为来得比较晚 知道得不多 要是我的话 就绝不会这般热心地去找这位外族修仙者的 秀仙师 能否给在下讲一下 这其中的缘由 离兄何位也认识多年了 此事我倒也应该实言相告的 省得离兄稀里糊涂地送了性命 我来得较早一些 倒从一个长辈那里 听到了一些这个外族人的确切消息 这名外族人是原英妻修是不假 也的确被继承了重伤 但出手的人 可不是什么上街仙师 而是主持此事的呼大仙师亲自出手 才击伤了对方 什么 是大仙师出的手 不错 而且我听说 那外族人 还是被好几位上街仙师团团围住的时候 才被大仙师偷袭得手的 而在此以前 已有三名上街仙师被此人一路灭杀了 据说此人神通毒辣之极 出手便非死其伤 就是如此 其在重伤之后 仍然施展了秘书 当着大仙师的面桃之遥遥了 以我看 这外族人十有八九 是大仙师同界的修仙者 若如此的话 他灭杀我们两个结单期的小修仙者 那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为了两瓶毒龙丸 我可不愿赔上性命 而且我看那些上街仙师 之所以让我们这些人去找 那多半也是把我们当作弃子了 他们不是在我们出发前 给我们一人施展了一个隐魂书吗 我看多半是想让我们打草惊蛇地 逼对方现行吧 然后我们一陨落 再给他们引路来追踪此人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要如何才好 很简单 这里不是已经搜过一遍了吗 那就够了 我们无需再做更细的事情 这样既可以交差 且无需冒多大的风险 若其他人发见此人的话 他自然更好 就算一直没音训 那也无所谓 等到了开灵日 所有仙师就都要去圣殿拜祭一番的 我们自然也会被召回的 那就按秀仙师所言的办 这毒龙丸虽好 但李某还是更珍惜自己的小命 多谢了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先去那边的圣殿驻地休息一下 这几日 那里会聚集不少部落的进攻车队 说不定还能先找到需要的东西 然后每隔几天 我们再做做样子 去私下搜查一番就可以了 随后 二人重新化为一红一白两道金红 向南方静直飞去 此刻一间密不透风的密室之中 一个高约障许的金石供桌 四周插着十几杆颜色各异的阵旗 组成了一个临时法阵 染着淡淡灵光 供桌上有一个类似阵盘的碧绿圆波 上面绿气阵阵 隐隐有个身形模糊的婴儿盘坐在其中吞云土雾 好像在修炼什么功法似的 密室的四角 各有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手握一杆碧绿色法旗 盘膝而坐 这些法旗全都指向中间的圆波 从旗肩上整喷出一股股纤细的绿雾 向中间的圆波缓缓飘去 不知过了多久 四名老者的脸上均显出了疲倦之色 绿雾中的婴儿经过这段时间 身形却似乎清晰了一分 今天就到这里吧 真是有劳三位道友了 再过几日 贵师弟应该就能自行回复了 在下感激不尽 坐在密室西北角的一名红发老者 将法旗一收地站起身来 双手抱拳的冲其余三人失礼致谢 哈哈哈哈 回凶何必多礼 我等也和贵仙师相交许久 为其尽一点力是应该之事 三名老者随即也收了法旗 其中一名无须的白面老者 急忙回了一礼 不管怎么说 不 这个人情 我与师弟二人都会铭记在心的 嘿 道友何必如此客气 对了 我等四人一直在密室中 帮助贵仙师弥补原鹰之体 也不知道那位外族人有没有消息了 没想到 这世上竟有人能驱使上万世金虫 世金虫产卵之难 我们可都深知的 我来的较晚 没有参与围堵那外族人的一战 那人是真的可怕到这种程度 让三名猿鹰及仙师都陨落了 一听此话 另三名老者互望了一眼 脸上均露出了后怕之色 那人已不是用可怕一次便可以形容的了 他除了可以驱使使金虫外 还会施展一种紫色火焰和释放金色雷电 第一批栏上他的那几名仙师 一个照面就两伤一死 大半就是被这两种功法所伤 那金色雷电可以困住修仙者的原因 而此火则可以轻易地加以灭杀 后面的其他仙师即使多加小心了 但仍有两名仙师因无法抵挡 而被灭杀了 不仅如此 这名外族人驱使的法宝也非常厉害 是一套金青两色的古怪飞剑 足有六七十口之多 锋利之极 有好几位道友的宝物 一碰到这些飞剑竟直接被劈成了两截 而更邪门的是 他背后一对翅膀状的法宝 竟可以连咒语都不用的 便能直接施展出雷顿术来 哎呀 不怕挥胸笑话 当时有六七名和我等差不多的道友 同时围住了对方 但仍被对方杀得汗流加倍 岌岌可危 我们几人甚至都有了暂时后退之意 后来幸亏忽大仙师及时赶到了 他暗中施展大五行擒仙手 用出其不意的一击 才重伤了对方 但那外族人被重伤后 还是骤然就化为一道血影 一下冲出包围圈消失不见了 我们几人用神识都无法找到其分号 还是大仙师说那人已经在数百里之外后 我等才知道对方的行踪的 这外族人竟如此厉害 难道是大进大宗哪位成名的顶阶修士 怪不得贵师弟身负六魂分圆术 都还落得如此下场 第六百七十八集 嘿 灰兄不用担心 大五行擒仙手的厉害 你又不是不知道 即使那人逃了出去 但此机最起码也让他的修为折损了大半 如今应该不足为据了 并且正好圣女陪同大进来的客人 到附近的天蓝圣殿主持开灵仪式 那人若真是大进的修士 那些客人总应该知道吧 我们知道了对方的嫡系后 就好对付此人了 希望如此吧 不过也幸亏这人的士金虫都是未成熟体 否则只要他将这上万的士金虫放出 那恐怕四大仙士齐聚也要退避三尺的吧 其他老者文言 互望了一眼后 同样也只能苦笑而已 成熟体是金虫的厉害 它们自然是深知的 鸡人正在感慨之时 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 只见那绿雾中盘膝打坐的婴儿 口中突然发出一声尖尖的惨叫 随后他便两手抱头的打起滚来 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身形也一点点的溃散不定起来 不好 几位道友快去出手 红发老者大吃一惊 立刻大声招呼起来 其他三名老者赶忙将那些法器记起 把掘一催之下 四道绿雾便重新喷向了密室中间 顿时 浓浓绿雾将那翻滚不定的婴儿 笼罩其内 不停修补着那原婴溃散的身体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 在四名老者的全力出手之下 武器中的叫声逐渐小了下来 再过了一会儿后 那婴儿终于自行盘膝坐稳了身形 全力吸纳起了周围的绿雾 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细细的断断续续的声音 从雾气中悠然传来 多 多谢警卫道友大力相邦 现在 无事了 各位可以收工了 听到此声后 四名老者才松了一大口气 私人随即也纷纷收了工法 是 贵修 刚才到底出了何事 这原本凝固的原因 竟再次溃散了 可是危险至极啊 几位道友放心 以后不会再出此事了 刚才是 和我原神相连的士金虫 被灭杀了 因而我的身 神是受了些影响 什么 士金虫被灭杀了 他是如何做到的 成熟体的士金虫身体 在这一界几乎是不灭的存在 怎么可能轻易被人灭杀的 这没什么奇怪的 没有贵修亲自指挥灵虫 那士金虫就是再厉害 也总有办法可破的 毕竟还有一些顶级的魔道秘术 是可以直接攻击原神精魂的 哦 那照这么说 此人便是魔道修士了 可先前与我们争斗时 他使用的大部分神通 都不太像是魔道功法呀 闻听此言 密室中一时鸦雀无声 几名老者都面面相聚起来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另一处地方 韩丽在马车中大出了一口气 心中是骤然一松 经过半个月日夜不停的施法 我终于将那成熟体士金虫的元神 从其身体中抽取了出来 并吸入了阴罗藩中 在这期间 外面仓务部的人 竟没有打扰过我一次 这实在让人有些意外 不过我自然是乐得如此 韩丽随即冲身前的黑色魔器虚空一抓 顿时魔器中嗖的一声 一杆乌黑小番击射而出 被他一把抓在了手中 剩余的幽黑雾气则在一阵翻滚后 化成了黑绿的第二元鹰 双手还抓住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巨大飞虫 而在元鹰身下 玉盒上的盖子和福禄早已不翼而飞 里面空空如影 韩丽把玩着手中的小番 目光在金虫上一扫 此虫足有半尺来长 口中一对獠牙歪露寸 尽许外形猙獰凶恶 完全是我的士金虫放大数倍的样子 这正是士金虫的成熟体 不过此中的元神已无 全无生机了 韩丽想了想后一盏手中的阴罗番 一朵拳头大小的黑绿光团便从 帆中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便轻飘飘地落到了韩丽身前 只见柔和绿光中一只和成熟体士金虫 一模一样的虫影浮在其中 只是这虫子不但体型小了许多 而且浑身乌黑 一对虫目血红欲滴 去 韩丽轻轻一点指 那士金虫的元神忽然化为一道黑芒射出 一下没入原本的虫躯之中 那巨大金虫的眼中立刻冒出血红光芒 一盏双翅竟飞动起来 围着第二元鹰飞舞 我料想的果然没错 将此虫当作妖狮链应该行得通 虽然它的威力比原先要下降不少 但那也是非常厉害的 只不过真要驱使如意 看来这虫躯也要用魔器炼化一番才行 可这种情况下 能多出这么一只厉害的灵虫驱使 我的性命可是大有保障 韩丽心神一动之下 手中小帆就一下大涨几分 金色是金虫一个盘旋后便一头扎进了帆面之上 黑气一闪 竟不见了踪影 随后韩丽便二话不说地将手中小帆随手一抛 那黑绿色的原因便笑嘻嘻的一张口 竟直接将阴罗帆吸入体内 后再化为一朵乌黑 没入了韩丽的天灵盖中不见了踪影 韩丽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打算闭上双眼 开始参悟那个解除封印的口诀 但忽然间他神色一动向上张望了一眼 刚才我的神师感应没错的话 那名突兀人仙师从我们车队上再次飞顿而过 这倒有些意思 这位明显是在找寻我的突兀人修仙者 在十几日内几乎每隔两三天 他都必定从车队的高空经过一次 但每次却都匆匆而过 根本没有下来向车队询问什么 这都让我原先准备的几种隐匿身份的手段 没了用武之处 心中虽然不解 但韩丽还是自然乐得对方这种做法的 当即便闭上了双目 这时候马车外面传来了鹰鹿的大吼声 不打起精神来 再走两日就要到圣殿指定的驻地了 在那里我们便可以安心地休成两日 圣殿驻地 韩丽听到此语心中微微一动 但略微沉吟了一下后 也就不再理会地静心参悟其口诀了 但仅仅半日后 韩丽就感应到了附近出现了另一支部落的车队 这支车队似乎也不怎么大 但却比仓路部落的人多出了十几人的样子 按两支车队的前进方向 一个时辰后两支队伍就会撞到一起 但因为这些人看起来无害的样子 韩丽也就没有多加理会 一个时辰之后 两支进贡的队伍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的存在 结果双方自然是一阵大乱 片刻后便各派人一阵沟通 结果那车队的部落首领和鹰鹿竟是旧时 他们是一个叫做红狼的小部落 这一下鹰鹿和对方首领自然都大喜过望 毫不犹豫地就将两支车队合二为一地一起上路了 鹰鹿兄 你们部落中的仙尸呢 难道是在马车上吗 对方的首领是一个看起来一脸落腮胡子的大汉 他不禁打量着鹰鹿部的这几辆马车 鹰鹿的仙尸不也是在车中吗 就是不知红狼部这次带了几个仙尸上路啊 几个 自然是只有一个了 这还是在下握出了脸皮才花重金拉住的一位自由之身的仙尸 暂时留在部落中 难道贵部有两个仙尸 二人当年也算有些交情 故说起话来倒也不用顾忌太多 哎 自然也是一个了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让仙尸答应护送我们上路的 鹰鹿和大汉随即互望了一眼 都不仅苦笑一声 颇有些难兄难弟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 有仙尸在队伍之中 总也是安稳多了 现在离住地只有一天多的路程了 应该不会再出什么问题 倒是剩下的那半截路 要开始经过那些大部落的地盘 可要多加小心一二了 这样吧 修整完毕之后 我们不如相约几个小部落 一起上路如何 这样的话也就安稳多了 这个容我思量一下再说吧 以前也有过诸多小部落联合上路的 结果反而因为其中一个部落带了极其珍贵的贡品 而大受牵连 哎 马兄多虑了 这种事情根本就是百中无一的事 拔姓大汉没有一口回绝此事 似乎是也动了点心呢 好吧 此事便到时再商议吧 第六百七十九集 这时候两支队伍中的普通队伍也都打成了一片交谈融洽 特别是两支队伍中的几名妙龄女郎 更是被双方的青年男子簇拥着 不时从中还传出了清朗的轻笑声 这些女子既然被选出来参加朝贡 那自然都是各自部落一等一的人才 容貌出众啊 就在这时忽然从高空中传来一声怪异的鸟鸟 这声音似鹰飞鹰似鸟飞鸟 但却清晰至极地传到了下方每一人的耳中 老者一听到此声马上脸色大变 忙转头看了看旁边的大汉 只见大汉同样是面容难看 目露惊慌之色 所有人马上下马躲避 这是邀秦原舅 快叫韩贤士出来 几乎同时 大汉也向自己步众大声喊着差不多的话 躲到车后 快请封县士对付邀秦 一听原舅之名 整个车队顿时是一阵大乱 各个都惊恐失色地翻身下马 有几个胆小的甚至连忙从马上滚落而下 所有人或爬在马下或躲在车后 均是脸色煞白地向空中望去 只见天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三个黑点 并且急剧变大 刹那之间三只棕色的妖琴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元首秦深 两丈长的巨翅下 还生有一对毛茸茸的圆臂 那张开的血盆大口中 却发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提鸣之声 所有人的心都直往下沉 元九虽然只是大草原上的二级妖琴 却比同界的妖兽聪明凶残得多 无难力大无穷 一对利爪能碎石裂金 而且口中发出的怪民更有迷魂奇效 不要说普通的凡人 就是助击其低阶的现实 往往也难以应付 只是此主妖琴 一向很少在草原上出现 如今咱们竟一下出现了两只 慌什么慌 不就是几十二级妖兽吗 红狼部落的一辆马车中此时传来一声冷哼 接着车上红光闪动 一个人影默然从车中飞射而出 左踏一箭紧怕的飘浮在低空中 一见这人鹰鹿不禁愣了一下 吃了一惊 这人竟也是一名头戴青色斗篷的仙师 听声音同样年纪不大的样子 封仙师 你多加小心了 这可是三只援救 拔性大汉的声音都有些微微走掉了 我早已打听过了 这位封仙师只是助击其初击 才刚有证实现实的资格而已 按理说对付一只援救都有些勉强的 真让人担心哪 这时候趴在地上的老者也急忙将目光 朝自己部落的某只马车上望去 当看见一名同样戴着青色斗篷的人 站在车缘之上正望向空中的时候 他心中略微一松 只要这位汉仙师的修为不是太低 两人联手的话 倒也不是不能将这三只援救惊走 这时那三名援救自然就一眼看见了 欲气浮起的另一名蓝袍人 这三名援救以前倒也不是没见过突兀人的先师 自然知道对方不是好惹的 但一时又舍不得下面的众多猎物 瞬间便犹豫了起来 三只妖琴在离地面百余丈高的地方一时盘旋起来 哼 找死 那名蓝袍人建元旧没有被惊退 反而有些不耐 他二话不说得一仰少 顿时树道符禄脱手射出 瞬间化为数条杖矩长的火蛇 直奔那几只妖琴射去 火蛇术 韩丽看到后心中不禁有些惊讶 火蛇术虽是低界法术 但若炼制成俘禄的话 也不是一名铸鸡旗修仙者 可随手奢侈使用的 这人绝不是普通的修仙者 韩丽双目一眯 对此人倒有些感兴趣了 但他看了一会儿后 马上便眉头一皱暗叹了一口气 那三条火蛇虽然去世凶猛之极 但相隔如此之远 却被三只圆旧轻易一闪就避开了 这位蓝袍人对火蛇术的理解肤浅之极 竟然不知道在途中指挥火蛇来追踪敌人 白白浪费了好几张符 甚至反而激起了三只妖禽的凶性 只见体型较大的一只圆旧口中猛一声提鸣 随后三只圆旧同时双翅一收 直往蓝袍人扑来 蓝袍人一见火蛇符路没有见弓也是一愣 随即又见妖禽冲自己飞扑而下 顿时有些慌了手脚 在一阵手忙脚乱之后 她竟拿出了一口白萌萌的小剑 口中急促地念起咒语 想要催动其攻击敌人 韩力见到此目更是摇头不已 现在妖禽马上就要攻击过来 竟然不先释放防护罩护身 反而想用法器迎着对攻 这不是找死吗 看来这位还真是一个不常和人争斗的新手 不过那口小剑却是一件上街法器 这人的确是有些来历 蓝袍人口中法绝念得倒是熟练至极 在妖禽将近之时法器终于激发完毕 猛然将小剑寄了出去 只见光芒闪动 小剑化为一道数尺长的白红 直接斩向了中间的圆旧 速度是奇快无比 那妖禽也之不妙 身形随即猛然一晃想要躲过白光 但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 她只好用一只黑爪猛然抓向白红 只见白光一顿后 一声惨鸣从空中传出 妖禽一只乌黑的利爪被见光轻易地斩落而下 鲜血顿时从空中洒落 但是另外两只妖禽却从左右瞬间飞至蓝袍人头顶 四只利爪狠狠抓向其天灵盖 蓝袍人大惊失色 慌忙催动足下锦帕向后倒射 想躲过两只圆旧的攻击 可惜了 她显然低估了那两只圆旧 既然是二级妖兽 那自然是有些神通的 只见两只妖禽尚未落下 如同圆蹄的凄厉叫声便脱口而出 蓝袍人一听此音 脑中就如同被重锤猛击一般 身形也不由地晃了几晃 一副无法站稳的样子 随即一股腥臭之风便压到了她的头顶 啊 蓝袍人瞬间面无血色 与此同时只听扑扑两声闷响传来 两颗拳头大的火球不知从何处击射 无声无息奇准无比地 激在了两只妖禽的身上 爆裂之声随后大起 红光闪动 两团烈焰将圆旧包裹其内 烟热的高温瞬间遍布了附近空间 圆蹄之声戛然而止 此番是死里逃生了 蓝袍人立刻催动法器 忍旧击射到了十余杖之外 随即她又慌忙掏出一张符露贴在身上 一层黄色光照便默然浮现在身上 这时候蓝袍人才稍微安心了下来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两只蓝袍人的火球 自然不可能就此灭杀这两只二级妖兽 只怕还会让这两只圆旧从火焰中飞窜出来 凶性大发 只见那被切断了一只爪子的圆旧 双目赤红扑向蓝袍人 而两只羽毛被烧掉不少的妖琴 则不再理会蓝袍人 一转身就向韩力所在的马车扑来 韩力看着飞射来的两只巨鸟 反手一拍腰间储物袋 两道白芒飞射而出 只见迎风一晃后 两只半尺来长的雪白蜈蚣便出现在了空中 那呼过来的两只妖琴 一见着两只蜈蚣被召唤出来 袁手上不知为何竟显出了微缩之色 双翅猛然狂山地停下身形 甚至仔细地嗅了嗅后 还害怕之极地马上就掉头逃窜而走了 而那两只蜈蚣根本就没有放他们离去的意思 他们同时怪鸣一声 两股白萌萌的寒气便从口中狂涌而出 瞬间将不远处化为了白茫茫的一片 原就只来得及哀鸣一声就被淹没在了其中 两只蜈蚣嗖的一声便毫不犹豫地射进了寒气中去 韩力见此便不再理会眼前情景 而是转而望向了蓝袍人那边 只见蓝袍人此刻正满头大汗地驱使着那口小剑法器 和那只体型最大的受伤原就打得不亦乐乎呢 那妖禽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凶悍依旧 蓝袍人的那口飞剑法器虽然厉害 但是操纵之人却是生疏得很 刚才纵然出其不意地伤到了敌人 现在却也只能跟在妖琴后面苦苦追赶而已 若不出意外的话 他落败身亡这是迟早的事情 韩力目中韩光在这只圆旧上转了几圈 正想着是不是要出手也拿下此妖琴 此妖琴却不知是感应到了什么 口中忽然一声尖叫 竟骤然舍弃了蓝袍人 双翅一挥地向空中激舍而去 眨眼间就到了十余帐之外 这一幕不要说蓝袍人 就是韩力也大感意外 他冷哼一声后 就毫不客气地一仰手 一道红线便一闪即逝地激舍而出了 那只妖琴顿时身形一颤 从空中直接栽露而下 重重地砸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进入天兰草原不久 我就听说过这种叫原旧的妖琴极为极筹 我可不想以后多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一个不留的好 第六百八十集 非真 你竟有真法器 怎么 在下使用真类法器很奇怪吗 韩力望了对方一眼 随即她伸手冲地上的妖琴尸体一招手 一道红线便从上面飞射而回 光滑一闪后落到了她的手心中 当然不是 只是 尚未等蓝袍人解释什么 扑扑两声闷响便从一旁传了过来 只见两块晶莹洁白的巨大冰块 从空中落下 在地面上砸出了两个数尺深的大坑来 而在冰块中赫然闲着另外两只原旧 只是这两只妖琴如今双目凝固 分明是气息全无的样子 冰块上护得光芒一闪 两道白光从上面腾空飞起 一个盘旋后分别落在了韩力尖头的两侧 显出了蜈蚣的圆形 这是阁下眷养的灵虫 不错 正是在下喂养的两只韩雪蜈蚣 韩力伸手抚摸了一下其中一只蜈蚣的背部 平静地回答 韩雪蜈蚣倒不是韩力胡乱编造的东西 世上还真有这么一种奇虫 其成年后呢 倒和六亿双弓现在的形态非常近似 若非精通驱虫之道的修仙者 还真不容易区分两者 道友的飞针和灵虫可愿意转让 风某愿出大价钱购买 韩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蓝袍人打量了一下这两只蜈蚣后 竟有些急切地说出了这么一番话了 韩力一呆便轻笑了出来 道友莫非是在说笑 这灵虫早已认主不说 这飞针法器就是在下愿意出售 道友也不见得能买得起 临时不成问题 道友尽管开架就是了 蓝袍人似乎财大气粗 竟就想也不想地回答道 在见过韩力刚才驱使此针 瞬间击毙邀请后 蓝袍人心中便有些火热起来 韩力听到此言 双目唯一眯起来 他仔细凝望了对方半天后 屋的脸色一沉 声音一冷 抱歉 此针在下用得顺手 暂时还没有出售的意思 道友不愿就算了 要是在下有此犀利法器 那也不会轻易出售的 只当在下没说就是 在下封月还没谢过道友的救命之恩呢 敢闻道友尊姓大名 在下姓韩 还是叫人先收拾一下吧 收拾 蓝袍人文言一正 目光左右一扫之后才发现 不知何时那原先在四处躲避的凡人 此刻都已站起身来 只是所有人都面露敬畏之色地 雇拥在十余帐外的地方 只有鹰鹿和那位拔姓大汉 面露兴奋之色地站在近些地方 静听两位仙师交谈 其中的鹰鹿啊 更是洗得合不拢嘴 哎呀 刚才我可看得清楚 这三头对我们来说 根本无法抵挡的可怕邀勤 几乎全都是我这半路故来的 寒县师出手剿灭的 这位县师神通之大 远超我的预料 这真是意外之喜啊 看来即使我独自带队上路 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这几只妖兽你们处理一下 除了爪子和尾巴上的几根长绫之外 皮毛和肉对我来说没有用 你们留下即可 按照草原上的规矩 谁灭杀的妖兽 东西自然就归谁所有 虽然实际上这些低阶材料 寒厉根本就看不上眼 但是他现在所扮演的只是一名铸鸡七修士 那自然是不可能视之无物的了 是 谨遵先师之命 原旧的皮肉虽然对修仙者来说不值一提 但对我们凡人来说 可是难得之物 可以换不少好东西啊 那大汉也在一旁敬畏地硬着 然后两人一阵吆喝后 几名身强力壮的青年 顿时走了过来 向三具邀请尸体走去 准备按照韩厉的吩咐 处理一下这三具原旧的尸身 那头被韩厉用非针灭杀的还好 那被冰封的两只 则需要用大锤砸碎了才行 封先师没事的话 便回去歇歇吧 寒毛有些乏了 就先回车子了 韩厉一回头对蓝袍人冷漠地嘱咐道 然后不等对方说什么 就自顾自的进了自己的车子里 蓝袍人将韩厉这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心中顿时一凉 原本见他法器灵虫如此厉害 我还想结交一番 可没想到他根本就不给我开口的机会 竟如此冷淡地离去了 这让我好不尴尬呀 半晌之后 蓝袍人终于还是叹了口气 静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而此刻盘坐在车中的韩厉 正目光闪动地看着其背影 沉吟不语 主人 这人可有些来历 为何对他如此疏远 韩厉的脑中忽然传来了银月有些奇怪的声音 经过这段时间的静养 银月虽然还是元气大损 但总算是说话无碍了 这人不是突兀人 什么 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韩厉忽然单手往虚空处轻轻一抓 顿时一团清光浮现而出 接着便幻化出一个玉佩般的光影来 上面铭刻着几个比较古老的文字 这是大镜古文 其实我刚才不出手 估计此人也不会有事的 此物是月风随身携带的一件玉佩 是一件顶阶法器 每当那妖琴接近时 便会自行散发出阵阵的灵波 应该是有自动护主的效果 虽然此物被他暗藏腰间 但区区一层布衫 又如何能阻挡我的灵墓 这上面的大镜文字 你应该也认识吧 凭这几个字 这人十有八九 是大镜所谓的世家中人 不错 宁中逢这种称呼 按典籍上说 的确是大镜世家 喜欢用的名号形式 看来这位风道友 应该为逢道友才是了 不过 宁中指的是何处 是大镜三十六大郡中的宁川县 还是一百零八州的西宁州 或者根本就是某一带宁字的普通城市而已 因为要来大镜 韩丽自然也专门搜集了许多 关于大镜习俗地理等方面的典籍 银月也同样看了不少 不管这人是大镜哪个世家的子弟 他一个人出现在天兰草原上 那本身就代表了麻烦 我自然还是少和对方接触得好 现在我们要做的 只是想办法离开草原 先找到解除身上煞气的方法再说 韩丽说完此话就闭上了双目 这倒也是 这人以助击初期的身份 就配有这等能自动护主的法器 那绝对是世家的重要人物才是 但现在 他已经暗藏在小部落的进攻队伍中 那肯定是有大麻烦在身的 银月轻笑一声 滴滴地赞同着韩丽 随即此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车中又恢复了沉寂 没过多久 整个车队就重新开始上路了 下面一日安然无事 但是到了第二日午时 坐在车中参悟口诀的韩丽 终于远远感应到了圣殿指定的 所谓驻地 再走了二十余里 马车周围的两个部落的人 口中同时发出了一阵欢呼之声 韩丽神色一动 袖子一扶 车脸便自行倒卷而起 只见远处平原之上 一个黑点赫然出现在了那里 潘里墓中蓝光微闪 将黑点的真实样子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一道三四丈高的围墙 用石块混合着粗大原木 雷气而成 城墙之后 一顶顶突兀人最喜欢住的高大帐篷 和一些简陋木屋 缠杂在了一起 并不时有许多突兀凡人出入其中 显得有些混乱 帐篷和木屋之中 也隐隐可以看到 几座完全用巨大青石盖起的石垫 阁楼 偶尔还有一两名服侍奇特的修仙者 进入其中 原来这里就是所谓的铸地 潘里心中思量着 随即目光一转 落在了围墙外面 每隔一段就竖着的几根巨大石柱上 这些石柱光彩夺目高有二三十丈 显然天蓝圣殿在此地布置下一个大型法针 将整座城市护在了其中 而整个驻地上空也没见有修仙者腾空飞起 那显然此法阵也具有进空禁止 韩丽看过之后便又将车帘放了下来 一刻钟后他们的车队就到了驻地入口 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守卫之说 完全可以随意进出 鹰鹿和大汉商量了一下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 两个部落便再次分开 队伍分别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前进 韩丽透过神石 清楚地感应到了附近的一切 这个驻地的确像我远渊看到的一样 一个乱子就可以概括了一切 除了几条人为的主道路外 这里到处都是皮毛帐篷以及简陋木屋 显然除了那些青石建筑外 其余都是进贡圣殿的各部落的临时驻地 不过需要在这里歇息的 也都是离圣殿最远部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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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